哈囉大家好 可以給我30秒嗎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活動很讚 然後食物很棒 或者是專案很讚 或者是討論的人認識的人很讚的話 請幫我大聲說出你的感謝 那要怎麼做呢 請到 Slack的G0V的 那個General這個Channel 然後到右邊這裡 就是像右邊這樣 我放大一下 像右邊這樣子 如果覺得今天食物很讚 你想要shoutout說這個食物很好吃 那你就像這邊寫的 at 就用at shoutout 然後成員隨便就是看你想要對誰講 然後說比如說你今天跟誰討論講的什麼東西 你覺得很讚 你想要說 你想要對他感謝 你覺得他講的東西很讚 然後就把你這個東西寫上去 然後 好 等大家 等大家 10秒鐘 就是 可以照著我的這個指示一起做 然後 這樣子 Key完之後按發送 按發送之後 這個Shoutout就會被 記錄起來 然後 這邊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這個綠色的這個按鈕的話 就可以看到你的這一句話 就會被記錄在我們的前端網頁上面 好 30秒結束了 大家可以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要繼續我的報告 好 我們這邊是Shoutout跟FabDot合作 我們是感謝大聲工 好 那其實這邊原本是還有這個活動 想要問大家說 上次所收到的感謝是 呃多久以前 什麼時候收到 然後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難 因為這個事情是很容易就會被遺忘 那 所以說我也不記得 但是我們這個ShoutoutBot它可以幫你記得 那這邊就是我列出來 我們使用這個ShoutoutBot 在Slack GDV Slack 跟在Disco上面使用之後 然後 大家對我的Shoutout 就是對我的讚美或感謝 好 那當然除了對我之外 還有很多就是其他人 他們的發送的Shoutout 那不管是對任何的事情 他們其實都有發出他們的感謝 然後這邊呢 Shoutout其實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是 像是我們GDV這樣子的開源社群 其實 來參加的人 他們缺乏了一個貢獻紀錄 貢獻被紀錄的方式 那或者是貢獻雖然有被紀錄 可是這個回饋很弱 或者是不夠及時 所以我們做這個ShoutoutBot 是想要讓大家可以及時的去紀錄回饋 然後也讓做事的人 他們也可以馬上的接收到這個感謝的回饋 好 那這當然就是Shoutout的幾個宗旨嘛 紀錄社群的聲音 然後我們也可以建立感謝跟讚美的文化 最後就是用這種方式去激勵跟 激勵貢獻者跟參與者 好 那使用流程剛剛看過了 其實就很簡單 輸入就完成了 那我們Shoutout這個專案是從1月開始 就是今年1月在GTV Slack上線 然後我們7月的時候也有來大衝報告 那接著我們在9月到12月現在 就是我們跟FabDAO 就台灣的另外一個DAO的社群合作 去把這個ShoutoutBot建立在Disco上面 好 那今天就是來這邊大衝報告 就是分享我們的成果這樣 那接著2024年我們會希望說 把這個工具就推廣到其他的社群 這樣讓更多人一起來 建立這個感謝的文化 那我們在FabDAO的Disco上面上線之後 我們大概上線了一個多月 那我們現在的成果是這樣 我們使用Shoutout人數有23人 然後發送的Shoutout到現在有超過了100折 那當然還有這次的主題就是我們這個hypersus 獲得之後我們會如何去分配 那一個部分就是有使用Shoutout的人 那另外一個部分這個hypersus當然就是 會給這些我們在營運Shoutout的這些人這樣子 好 那其實這個活動剛剛就看過 就是我把它移到前面 OK然後這是Disco的版本 那最後就是這邊是我們Shoutout 左邊是Shoutout的簡介 右邊是我們的Shoutout的網頁 大家可以上去看說 在這個網頁上面 大家都是怎麼去使用 然後去怎麼去表達他們的感謝跟讚美 然後最後是 就是ShoutouttoPlace這個專欄 因為其實我們在Disco上面的版本 是ForkPlace的這個程式碼來去做修改的 那當然在Slack上面的版本 是我們自己架構的 好 那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